这个衣经里面杂卦传看似东一个西一个 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顺序前后可以颠倒 但有一些在虚卦传当中 它的顺序跟杂卦是一样的 比如说千轻而欲待也 好像还不太理解 你有什么联系 那么虚卦传说 这个千一个人卑微啊 谦虚必有所得 必有所高兴 能换来一些好的 让自己心愿安心的东西 那么千轻就是地位卑微 那就换来这个 一些所得之后呢 高兴就懈怠了 这个预挂 我们就说两个挂又联系在一起了 说的是两个挂 那么 利剑后行尸 说你高兴 应该趁热打铁 可以行尸 而不是一味的高兴 名誉 凶 这个初六一开始就凶 所以高兴不要太早了 那高兴不是初衷 你为的是 即使要高兴也要大家一起 你在最下面不当位 就开始懈怠 就开始高兴 那你这个太浅薄了 到最后一定是凶的 你看现在人都稀稀哈哈的 一听他们 什么搞笑啊 这个那 又不用再往下看了 也不用算 就知道的结果 一定是不好 那六二介于时不终日 你有不同的理解了 说你在石头缝里 你看这边是一个土啊 下挂为坤为土 上面这个后挂 紧接着又是一个 三 就是三十之间 你这个高兴呢 地位也不是很高 你也不能说一味的高兴 但是该高兴的还高兴你 当位 适当的 身心愉悦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也是夹缝中 求生存 你只是一线天而已 所以你 得过 写过 就不行 那六三呢 就是 告诉你 你 懈怠了 就有后悔了 那么如果还不悔改 一定 一定 更后悔 那六三 他跟阳的时候 他阴 上面又没有相应 那唯独一点好呢 就衬托 九四 阴 乘阳 所以呢 九四就出来了 其实他 可以说是 犬挂的一个主导 他不是最高位的军委 不是总经理 但是 由他来主持 一个 间接的主席 这样更好 要不然大家都放不开了 那真正娱乐的时候 这才是会当领导的 这是个孩子王 虽然你 不当位 但是整个 是围着你转的 你不要有什么 太多的疑惑 戒备 那大家 只是娱乐而已 那六五呢 其实他 应该是九五 才是阳位 所以又不当位 那结果 不会太好 但是始终出了大问题 因为 你还是在享受 既有的成果 九四在 衬托着你 上六 最终 你高兴到了最后 所有的结果 都是一场空谈 也是就如自取 我 总 啊 都 交 了